S.O.搞瘋搞瑜之作 大马史上最变态综艺 484搞瘋会诞生啦 女儿 你怎么一直就攻击我 这不是综艺节目吗 好啦 我现在不要讲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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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讲完 我还没有讲完 你有问题 因为你不够美 那么你的形象就出了问题 你就要改变你的形象 对不起 我完全不认同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这个人的存在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才不要结婚 对不起 不要混淆概念 你一方就是这种小孩子气 问题永远都是原功 永远都是我错 但其实基本上也是解决不到问题的哦 哇 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这真的是女人生的态度吗 不是吧 你要适应那个氛围 你过不了这一关 你很容易斗志上就被打败了 现在的福系青年就是这样子 得过且过 对 很多人跟着我 但是他们是看我的笑话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 就是要证明我的实力 发现邱文很厉害 我不是要给他们看笑话的 这算是印象深刻哦 你不要傻啦 如果你去问他的话 你不是可以找到理由的吗 我是让你们以后能够 着脏成长的孩子 哇 理由换工啊 大佬 你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要做的啊 谁要请你啊 我很信心我有掉下来过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珍惜 每一个失败都可以给到我们一些学习 实信量很大啊 来不及process 来不及process 比看电影还更要精彩 艺人应该常常上这样的节目 见到我就是 培勇 你很黑 其实他读的稍稍会影响我那天的心情 最主要不是紧张 是就 you know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 紧张啦 紧张啦 哎呀 484搞峰会也迎来刺客 爆牙孤Dressmore赖雨函 与阿兰基本尊Micky美琪隔空抛笑蛋 还有还有 YouTuber很搞鬼也来搞鬼 我们会觉得父母不理解我们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的父母本身呢 是逆这时代的人 不断不断被遗留着的人 而我们是在这个时代当中 不断不断前进着的人 这个时候的你要不要停下来问一下他 你要不要上这个车 有温度的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法律 更多的谴责 它需要的是在座你我每一个人 多一点点的谅解 多一点点的想象 让我们的世界不只有冰冷的法律 让我们的世界还有多一点温暖的温度 有些人也许是另一半去世了 他想要在旧物当中找寻一份寄托 有些人也许是年老了 脑中的这个前额页线有问题 所以你要走进他的故事 你要走入他的生活 再牵着他的手走出来 能够很全情投入的去听一场辩论 同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觉得这很刺激 484搞峰会自成比赛之后 将会有四个人被淘汰 我讲这个脾后已经不是重点 这个是两个人之间消除 就不能有任何的空间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灵魂案 你们的做法才是一直要介入延长它的存在 为什么健康的人才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你怎么可以认定躺在床上就迷一意 跟死人一样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怎么办 他们的攻击很猛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感受到召结不住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心里压力其实是很大很大很大 我不甘心但我接受 你是不是说永远不能原谅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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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上错就应该谴责到底 那不对 就是因为灾难当前 有人性的恶也有人性的善 因此所有的问题都变成没有问题 这是对方今天成功都不敢回答的问题 写下你们要淘汰的队员的名字 被淘汰的峰会会员是 想赢啊 那赢不了 淘汰已经是个定局了 很残忍的 我要对着镜头讲这句话很残忍的 就是注定全城没报 这是一个经纪 我会放下也是真的 我粉丝讲我蛮自私的 因为他觉得我像吴彦祖 可是常常不发自拍 6月25日开始 每逢周五晚上9点半 Astro AEC 风风火火起播 484搞风沸 你说是不是 有没有很轻松 然后又挣很多钱的工作 有啊主持人喔 你在四个主持人面前讲那种 消不出来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是吧 哈 没有 没有 我知道 制作人 神仙